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脑坡智利神经医学会理事长王群光医师 在这里,我要来跟大家谈一下H2氢气疗效的基本原理 我们要谈的就是氢分子生物学 人类发现了氢气以后,对这个氢气的观念一直有在演变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对氢气的看法还是觉得它好像很容易燃烧,会爆炸 可以冲氢气球,可以切割钢板等等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氢气的看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就是说水电解产生的氢氧气把它吸到身体里面是非常安全的 它在我们人体里面不但是非常安全,同时是一种必要的气体 我们人体的氢气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大肠 就是大肠的有义菌制造的氢气 它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把这个会引起发炎的这个自由基呢 综合掉,还原掉 所以氢气也就是最好的抗发炎的药物 氢气是由这个大肠所生产制造的人 正常的人会生产这个氢气 我们叫做内原性氢气 在这个大肠气体学的历史上呢 在1918-68年就已经开始有人在研究了 一直到了最近有人测出来就是这个大肠 每天会生产的气体是360cc 其中氢气占了19.8% 也就是71cc是氢气 空气中的氢气呢 它的浓度其实是非常的低的 只有十亿分之五百 也就是写起来 就是10的负9脂肪的这个九个零 十亿分之五百 那我们这个看一下 空气中的氢气是十亿分之五百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水呢 电解出来 它产生的氢气占了73个percent 是非常的高的 氧气在空气中是21个percent 可是我们用氢气 用水电解出来的氢气呢 氧气呢 有27%是氧气 所以它不但提供了氧气 提供了氢气 也同时提供了这个比较高浓度的氧气 当大肠功能不好的时候呢 义菌没有办法产生逐量的氢气 给我们人体利用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水 在水把水电解 变成这个氢气跟氧气 来给我们人类 就是吸到身体里面 吸氢气到底会有什么效果呢 根据我们临床的这个观察呢 很多人会觉得吸了氢气以后 心情变好 话比较多 很爱讲话 还有就是眼睛变亮 视力变好 这个都是很普遍的现象 更多人是说 他感觉迷迷糊糊 呜呜的脑 好像有脑雾变得很清晰 还有呢 就是氧红肿酸痛 消退的非常快 像我们前一阵子 有一个患者 他这个脸是过敏 肿得非常严重 肿到眼睛几乎都 看不到他 他的眼睛 眯成一条线这样 吸了这个氢气以后呢 经过一个小时 哇 整个脸就消掉了 他用了半年的类固醇 都还没有什么效 那我们也有一些患者 曾经有一个患者 他感觉他的脖子很硬 脖子很硬 硬了十几年 脖子不能转 结果他吸了一口清气 就感觉 这个脖子整个就软起来了 这个是非常 非常的这个令人这个震惊的 还有几乎大部分人呢 他们吸了清气以后 都会感觉到焦虑 心悸恐慌会缓和 尤其是很多有强迫思考的人 他会感觉强迫思考 好像那种观 那种观念 那种想法好像消失了 还有很多人是觉得 会比较 不会唠叨 不会念人 我们其中有一个朋友啊 他觉得这个清气机很好 我们问他说 怎么好啊 他说 他太吸了以后 比较不念他了 那 普遍的 都会觉得比较好入睡 睡眠品质呢 变得比较好 深度比较好 睡醒不会觉得很累 同时比较不会做梦 我们后面都会来 再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呢 长期使用这个清气 其实很多人的血糖啊 高血压都比较容易受到这个控制 还有心跳 感觉不那么快了 体力变成比较好 上楼梯 比较不喘 甚至还有很多人 眼压变得比较低 心情比较不会烦躁 不安 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 一个说法 一个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气疗法的历史 清气其实好 在好几十年前 美国就有一种这个叫做 种清水 后来这十几年呢 美国是用 日本是用这个饱和清水给人喝 还有用清气生理盐水来注射 日本的这个水素呢 其实就是氢啊 还有固态氢 也是一种健康食品 那我们现在由这个台湾 本身来开始流行的 就是这个 吸入这个电解的 水电解的氢氧气 在这个 有一个叫做 清气之父啊 叫做泰田陈南教授 日本人 他说 H2清气是最强效的抗发炎药物 我们起初听这句话 会觉得 怎么可能呢 清气怎么可以是药呢 会不会有点过分呢 那我本身 我也起初也是觉得这样 可是当我们用了清气以后呢 用了一段时间 发现啊 他这句话讲的还真是贴切呢 那所以 我本身的这个 做自然医学的心得呢 就是说 清气是最强的抗发炎药物 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 再来就是说 清气的抗发炎效果 其实是超越类固醇的 所以说 当你想到 要用类固醇的时候 一个医师 想要开类固醇的时候 我建议 你先用清气看看 其实 清气的效果比类固醇还好 更重要的就是说 清气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同时 它对人体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在过去整百年来呢 的研究 从来没有任何一篇 文献说 清气有副作用的 当然你不要把它收集起来 拿来冲气球 那清气的重要性呢 长期被复裂 大家虽然知道 它好像还不错 可是呢 并没有人去真正研究出来说 它到底是怎么样 有效 没有办法被证明啊 那我们知道 发炎是疾病的源头啊 所以摆病同颜啊 摆病同疗 只要能够抗发炎的方法 就可以治病 所以说 我们来看这个发炎的后遗症 有哪一些呢 就是有过敏啊 过敏性皮肤炎啊 还有周边智力神经失调 脑神经发炎 这个精神神经疾病啊 还有代谢症候群 好像三高啦 高血压等等 再来就是免疫系统叛变 像这个自体免疫疾病 第六级呢 就是杀手细胞上市战力 尤其是病毒感染 肝炎 还有这个癌症 所以说 这六级啊 这六大类 六级疾病啊 一级比一级严重 亲戚对以上六大类 发炎的后遗症呢 都有非常强的 抗发炎效果 亲戚的抗发炎效果 比肋棍醇还强 所以说 像这些疾病啊 全部都是发炎一起的 都是发炎一起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抗发炎 能够抗发炎 那么就不用去管 一种一种的啊 各个器官的疾病啊 为什么亲戚会具有疗效呢 因为亲戚 它是一种这个物质 它可以改变人体的能量 氧气 亲戚它都有能量的哦 我们知道 氧气可以助燃嘛 它可以产生能量 可以产生ATP 那亲戚也是有能量哦 亲戚也可以用来做很多很多这个用途 它是最干净的能源 所以我们人体 不能没有氧气 其实也不能没有亲戚 怎么样证明亲戚有疗效呢 就是侦测 那个使用前后 它这个能量的改变 我们是用这个最尖端的科学仪器 就是脑坡跟智力神经仪 来研究说 这个人用了亲戚以后 到底有什么改变 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证据就是3D EEG脑坡检测仪 还有这个智力神经 HIV检测仪 这两种仪器 那我们都知道 人体的这个能量 是很不容易测量的哦 你要测量我们身体的能量电位 就是心电图嘛 其实HIV智力神经 就是依据心电图的这个结果来判读的 还有就是脑坡图 这个是心脏 心跳 这个是心电 这个是SAnode 它发的电 会传到整个心脏 那么我们记录这种电位 就知道心脏的跳动 看哪一个部位发生问题 这个就是在这个心电图 监视器上面出来的 因为这个心脏 它是个痘房结 是被这个受这个胶感 跟副胶感控制的 所以我们只要测量 这个心跳快慢的程度 我们叫心力变异 就可以换算出 这个智力神经的能量 其实测自力神经 它的方法是跟测心电图 是完全一样的 就可以知道胶感 副胶感多少 比方说你吃了这个 Indra Propanol 这个就会降低 吃了Atropin 这个就会降低 用了Bosmin 这个就会升高 这个叫胶感 这个是副胶感 其实脑泼是主导情绪的 并不是说心情影响脑泼 很多人以为我心情不好 所以脑泼不好 其实是刚好反过来 我们有脑泼 就可以看性格 因为脑是一个 人体最高最高的主宰 它透过智力神经来管理全身 这个脑 我们的脑不时不时的 从来没有停止的 在发射这个脑泼 所以脑泼变正常 心力就会变好 这个是我们一个口头禅 这个是 神经的传导 神经的传导 神经传导不能过快 也不能过慢 还有这个就是 神经传导术 比方说 这个血清素 serotonin dopamine 等等 如果一个人的肠味道不好 那他没有办法 涉及到一些好的物质 尤其是色胺酸 等等 让我们的身体 没有办法合成这个血清素 就会得到忧郁症 这个是我们的脑 这个神经细胞 一直在放电 放出很多的这个电波 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 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 一个神经细胞 它就有几百几千个 这个立体来看 它有一个突出 可以跟别的神经 互相连接 是非常复杂的 人脑是有一千五百亿个神经细胞 那我们身体脑跟心脏 放出的这个电量 都是很低的 心脏的这个电呢 只有十的负三次个伏特 我们家用电是 有的是两百多伏特 有的是一百亿伏特 那脑波它的这个电量更低 只有心脏的 相差一千倍 是十的负六次方 所以这个脑波的政策 是比心脑波的政策 比心电图的政策 更加复杂一点 这个是我们的神经的传导 我们身体 这个神经的讯号 不时不时的 持续不断的 传到我们的脑部 传到脑部 那我们身体 一直这个发挥指令 指挥全身的神经 在全身的器官 在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脑波 脑波可以分成四种 可以分成四种 就是β,α,α,θ,Δ 它是按照它的每秒的震动 频率来看的 这个13次以上的 我们叫做β波 α波是8到12 4到7是θ波 4以下的叫Δ波 这个脑波 我们另外 以后来做一个 详细的 这个说明 传统的 脑波呢 记录是平面的 好像记录这个地震仪一样 好像 好像地震记录一样 非常的难以判读 那我们现在所用的 这个脑波仪呢 叫做3D立体脑波仪 我们现在用的脑波跟智力神经 都是台湾自己制造的 这个脑波仪 是台湾人发明的 一个叫黄志祥先生 发明的 目前还没有公开的上市 是全世界第一台 针对那个人的 那个精神疾病 研发的这个脑波 其实脑波 现在已经可以利用 来控制这个机器人了 比方说你想吃什么 看哪一个点 机器人就会拿东西给你吃 那这个床也是一样 你看哪一个点 你想要把床摇起来 或者是放下去 这个都已经是成熟的技术 我们这个脑波 这边是右边 这边是左边 那么这边有波长 它是0.5到30Hz 当然也有人说40了 普通都讲30 它是分成这个 β,α,θ,Σ,Δ 这个四种脑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正常的脑波 这一个脑波是非常的这个正常的 我们用这个脑波呢 可以来诊断 辅助诊断情绪障碍 还有一些很多神经精神的这个疾病 像这一个患者呢 他每一次到庙里面 就会Kidang 好像被附身一样 其实他是癫痫 我们看他这个脑 他有这个癫痫的这个脑波 这是癫痫的脑波 这个是妥瑞症的脑波 当他没有异常脑波的时候 人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用这个治疗前后脑波的对比呢 就可以知道治疗的效果 像比方说像这个妥瑞症 这个是影片是家长自行录制给我们用的 他说不必遮脸可以用 那他有异常的脑波 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 好了 好了以后呢 脑波也正常了 土瑞症现在在医学里面 现在的中医西医里面 听说是被认为无药可治的 我们这里的少年 儿童的脑 这个异常脑波引起的土瑞症 治疑力差不多有99% 像这个是被诊断精神分裂 他有很严重的幻听幻觉 没有病逝感 他第一次到我们这个诊所的时候 一直觉得他自己是上帝 经过一个礼拜的治疗就好很多 那么经过三个礼拜的治疗 他这个脑波就消失的很多 他第一次来是这样 第二次三个礼拜后变这样 这个是12月13号第一次 1月3号整个脑波就变正常了 那这个患者后来他没有再来 不晓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前后12月13号的这个 Beta波红色的Beta波 到了1月3号就好很多了 所以我们想说这个百病同僚 发炎是疾病的源头 如果脑发炎了 治疗神经发炎了 那就很惨了 那我们现在治疗疾病 就是治疗这个脑波跟治疗神经 因为脑是一个高耗能的器官 他重量只有人体的2% 可是他消耗掉25%的能量 这个是比例非常不成比例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脑跟这个治疗神经治疗好 就不用去一颗一颗看了 这个才叫做治本 那么你这个把人的这个器官切割来看 就叫治标 事实上我们人是一个整体 不可以说比方说过敏来讲 过敏它就是过敏嘛 皮肤的眼睛的鼻子的气管的 都是同一个疗法 不必要去一颗一颗的看 所以我们的心目中没有疾病 我们只把这个脑波跟治疗神经搞好 人基本上就病就会很少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在亲戚疗法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这个病人呢 他心力不整了20年 20年 他做过心脏绕道手术三 不是对不起 他做过这个心脏神经电烧术三次 没有成功哦 他想要做第四次 医生说不跟他做了 后来他又做了两次全身麻醉 做电极两次也没有成功 他的心跳一直跳 跳到很快 最近一个月呢 一直跳到130几下 这个130多下 跳得很快 他来门诊的时候呢 我们是跟他说 哎呦你这个心跳那么久 我们可能帮不上忙 他说没关系 我看过你们的网站 听过你们所有的这个YouTube档案 他认为说还是要试一试 没有效也没关系 好既然患者这么讲 我们就把他放到这个高压氧舱里面 给他做一下高压氧 为什么做高压氧呢 因为我们认为他很可能是这个痘房结 S-A0 好像缺氧嘛 所以才乱跳 可是做了这个高压氧以后呢 结果他的这个心跳 是在高压氧舱里面一边做 高压氧一边测这个心跳 一点改变都没有 一点改变都没有 那没有怎么办 我们就只好试试看清绪了 给他吸这个清绪 吸了清绪以后 当然我们根据实验就知道 吸了这个清绪 几乎是马上 这个动脉跟静脉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清绪含量就直线上升 如果不吸以后呢 慢慢慢慢就下降 所以他吸了清绪以后 差不多过了十分钟 他就说 我的心脏好像已经变正常跳动了 可是我们还是让他吸了一个小时 再给他做心电图 发现说真的 他的心跳由137变成80了 本来你看这边两格跳一下的 变成四格 第二天他又复发了 第二天又复发 又是乱跳 我们想说 前一天我们有给他吃了一点点的 别的一些自然医学厨房 那今天就完全就是吸清 完全就是不给任何厨房 只有吸清 他一吸 马上又变正常了 后来就 他这个135他都有由这个宜兰开车到台北来 好来吸清 后来他带了一台回去 一直到这个5月24号 他最后一次 就是2014年5月24号 最后一次复诊 他说在过去的这个大概是两个多月里面 他的心跳一直大部分都是正常的 其中不正常的时间加起来不到45分钟 以前都正常几天不正常几天 他每次心心跳 心力不准发作的时候 一吸清气就降下来 所以他认为清气对他来讲是非常有效的 至于这个机转是怎么样呢 我们等一下 在后段会来做一个说明 他的脑波呈现非常恐慌的脑波 非常恐慌的脑波 这个过 Beta波13以上过度 当他吸的清以后呢 脑波就变正常了 这些Beta波异常的都消失了 好大家看这个 3月10号12点 3月10号2点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后面还会再说明 好这个机转 其他第一次来这个一场脑波非常多的 好 可是呢 吸的清以后 整个脑波就降低了 这边有一个长期失眠的人 他不是失眠而已 他说他完全没有睡意 连睡都不想睡也不会累 他经常头痛 眼睛疲劳等等 他的脑波是这样 我们看这个脑波 我们是说这个好像火烧房子 好像什么好的脑波都没有了 结果呢 他吸的清以后 马上这个放松波就起来 放松波起来 他这里 当他不吸 就是说不想事情的时候 脑波应该是没有这个 Beta波 红点 所以这个我们叫杂念波 一个人如果会失眠的话 他的脑波常常就是这样的 他吸了清以后呢 脑波马上变正常 所以呢 他回去就好睡多了 还有他的这个智力神经也是非常的异常 这个交感神经活性应该221的 他是900多 负交感应该92的 他10而已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交感跟负交感的比例 LF跟HF的比例正常应该2 他是93 好高 那我们吸的 他吸的清以后就降低了 我们来看 这个900多的交感变93 总能量 这个900多的变125 这个交感 负交感比例 本来是93的 变成2 他感觉好就 很快的就会好睡很多了 再来是一个这个妥瑞症 这个妥瑞症的患者呢 他是当我们门诊了 他还是这样 一直发这个声音 吼叫的声音 发吼叫的声音 他在家里呢 也一直是在狂叫 一直在狂叫 吸的清以后 脑婆整个就变正常了 这个是 他在家里 经常晚上还在狂叫 叫到左六临机 都没有办法睡觉 那 吸的清以后是这样 他5月24号 他有再来复诊 脑婆还是正常的 他每天晚上都有吸清 一天吸两次 你看他这么多 这个 异常脑婆 吸完清就变正常了 这个人是 没有什么大病 一个80岁的老人家 他没有什么大病 可是我们看他的脑婆 是比较紧张 那 旁人是形容他 好像 嘴巴一直念 念不停 结果吸的清以后呢 他脑婆就整个 异常脑婆都消失了 这个被他脑 都消失了 变成都懒得再讲话了 你看这个异常的脑婆 这左脑是28 然后吸完清变10 这里28 吸完清变10 这么大的 被他脑 吸完清也变小了 还有就是这个 一些 这个沮丧 忧郁症的患者 他好长期不能睡觉 我们说 这个脑婆看起来 就好像是 没电了 他长期不能睡 就好像是那个 车子啊 大灯没有关 大灯没有关 就电瓶没电 结果他吸的清以后 整个心情就好起来 这个 脑婆就整个量 几乎快接近正常了 还有一个叫强迫症 那这个患者呢 他没有 他只有 他勾是勾选这个 主术是勾很多了 勾很多 很多精神疾病的 他都勾了 可是他说他有强迫症 他说当他 想到这个连蓬头 好像洗澡的连蓬头 或者是这个 连子的形状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抓狂 你看他有 我们 不用患者讲 我们只要看到脑婆 脑婆有一排 差不多20Hz左右的 这个脑婆 就知道他是有强迫症 可是他吸的清以后 我们再问他说 你再想想那个连蓬头 形状的东西 看还会不会 再很不舒服 他一想果然 好了 好像没有了 其实我们发现 很多很多强迫症的人 都有异常的脑婆 这个脑婆吸的清气以后 很快就 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这个我们看到一个脑婆 这个β泡 这里有鼓起来 好像肚子大起来 这个通常都是有强迫症 你看他吸完以后 他整个脑婆 就没有了 没有那个强迫症脑婆 这边还有一个 常常偏头痛的患者 他这个偏头痛 不是普通的偏头痛 他是一发做起来 就好像被人拿了 这个棍子 把头一样 通到很想跳楼 自杀的那种 我们叫自杀型偏头痛 这种偏头痛是很可怕的 那他吸的清以后 他这个偏头痛的感觉 甚至整个就是消失掉了 他在这个同时 他也很不爱讲话 脑婆看起来就是这样 好像没有什么脑力的样子 结果吸的清以后 他吸的一个小时 吸的半个小时后 他心情就变好了 就开始跟工作人员讲话了 你看他的这个脑婆 还没有吸清之前 是这么小 吸清之后 整个大起来了 吸清之前是这样 吸清之后是这样 整个脑力就好起来了 脑细胞就有在放电 他先生说 他在我们这边 待了大概两个小时 他说这个两个小时讲的话 比起过去两个月讲的话还多 心情好好会笑了 你看他的这个 智力神经也是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 起初的他的胶感太高 后来就降低了 这个比例呢 也由2.5变成1了 心跳也变比较慢一点 所以他整个人就不紧张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智力神经跟脑婆 就可以了解 一个人的病情的这个进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立腺体 清气为什么会有疗效呢 跟这个改善立腺体 的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立腺体就是等于我们的车子的引擎 好我们以脑细胞来讲 一个脑细胞 脑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 那一个神经细胞最少有1000个立腺体 那我们的脑不是有好几兆个立腺体吗 也就是说我们脑里面的这个小小微型发电机 既然有上兆 一部机车 一部车子 也不过只有一个引擎 那细胞立腺体的树木 这个每种细胞不一样 肝脏的立腺体更多了 立腺体的功能呢 就是燃烧这个葡萄糖或者其他的物质 产生这个ATP能量 这个车子燃烧烧汽油 它会产生这个废气 我们人体的立腺体燃烧也会产生废气 这个立腺体燃烧的时候呢 这个立腺体 车子是烧汽油柴油 立腺体烧什么呢 就是烧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嘛 氨基酸啊 葡萄糖啊 等等啊 脂肪酸啊 燃烧 烧东西嘛 一定会产生烟啊 不可能完全燃烧嘛 那有一些烟 这个二氧化碳烧出来 可以呼出来 那有一些呼不出来的呢 它不是气体呢 怎么办 就是自由基 那细胞怎么样得到电力呢 当我们一个葡萄糖 它氧气很够的时候 会产生36个ATP 等于36度电那样了 你这样看就知道 可是当这个葡萄糖 它这个氧气不够的时候 产生的这个 这个ATP就越来越少 废气就越来越多 所以事实上 氢气是可以增进立腺体的功能的 可以让它产生更多的这个电力 更少的这个废气 事实上我们这个在工业也用的很多 这个氢气 现在已经有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就是说当你车子觉得 好像这个 这个 好像跑到马力不大队的时候 马力不够啊 次油太凶的时候 你就会跑到这 把车子开到这个保养厂 它会以前会用一种药水 跟你洗 洗一洗 当然这个药水其实是毒性蛮大的 那 洗完 洗这个碳 一些污垢 就会好很多 就会省油 那现在其实厂商已经有用这个氢气 氢气 你只要去插电 把这个氢气让气缸烧一次跑一遍 它就会达到这个 就是清洗气缸的效果 甚至现在也有厂商开发出来 这个用水电解出来的氢气 放到车里面 你这个车子跑的时候呢 它也顺便发一点这个 电解一点氢气出来 让这个氢气 注到这个气缸里面 它会节省百分之 二三十的燃料 这个也是很值得推广 所以 事实上 氢气 它对我们身体的真正的激转 就是改善我们人体的这个引擎 就是立腺体的功能 让我们产生更多电力 不然你想说 为什么这些人 脑膀本来很暗的 没有电 现在会发电了 对不对 这个自由基 如果氧气燃烧的时候 产生一些OH 这个最强 毒性最强的自由基 留存在脑里面 身体里面 就会引起发炎 如果我们身体够清气的话 清气够的话 会把这个自由基还原成水 所以我们如果说 一个人 你的肠子很好 就会比较好睡 人就会很好 人家说 胃 中医说胃不合 则卧不安 那我们是认为说 胃不合 不只卧不安 其实是脑不安 整个人就不安 除了很多很多原因之外 清气没有办法制造 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因为清气是最好的抗发炎药物 那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够产生 很足量的清气 就可以把这个自由基综合 还原掉 变成水 所以我们看 这个氧跟氢都是我们身体 非常需要的一个气体 那它们扮演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氧它是属于氧的火的钢的 你没有氧气 木材 汽油就燃烧不起来的 我们身体也一样 没有氧气 你就会 我们人就会死 所以燃烧一定要用到氧 所以氧是钢性的 产生电力的 可是我们人体在氧化这些食物的时候 也会产生这个自由基 可是如果你身体 你的肠胃道够好的话 会产生氢气 这个自由基就会被氢气 还原变成水 所以我们氢气 在体外 当然是有危险性 可是你在你的 我们人的身体里面 它反而是扮演一种 叫做阴的角色 它是水 是柔的 是水 它可以灭火的 所以我们讲阴阳平衡 水能克火 柔能克钢 氧化 反应 反应达到平衡 氢是一种灭火器 所以 我们人 生病就是阴阳失调 阴阳失调是结果 不是原因 那这个酸碱 平衡 酸碱平衡失调 跟氧化 还原反应 失调 就是 加起来 就是 就会引起 这个阴阳失调 好 所以我们 还原 反应 非常的 这个重要 所以过度 过度氧化 会让人衰老 生病啊 对不对 好 就好像说 我们做一个高压 如果你压力太大 浓度太高 常常会引起这个 神智不轻啊 肝啊 眼啊 脑的毒性 一个小 一个 这个 就是 早产的 如果你放在这个 保温箱里面 如果给它高浓度的 养啊 听说 很多人都会变成 视力不好 这个 主要是这个 OH 自由基 产生太多 伤害到这个 视网膜 所以我们会建议 这个早产的 最好是能够 睡这个 有清气的 吸同时 吸清气 不要吸存氧 那么这种 引起眼睛 失明的机会 就会少得非常多 甚至可以完全排除 所以立腺体功能 异常 就是我们人生病了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立腺体异常 就等于 引擎故障 我们讲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这是立腺体 立腺体 这个反应 这个是立腺体 立腺体 这个立腺体的 外膜 这个内膜 这个是呼吸进来的氧气 怎么样行 这个呼吸 这个氧化反应 如果这个反应 不正常 功能异常的话 细胞就会凋尾 细胞 凋尾坏时 老化疾病 都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清气 能够抗老化 可以防止疾病 可以防止疾病 治疗疾病 让立腺体更正常 让细胞不会凋尾 所以说我们这个说立腺体是最好的这个亲戚是最好的抗发炎药物 这个一点都不为过啊 不管你在哪一个城市来讲 你就算是跟请深化学家来评理看看 他也没有人会反对这个讲法 亲戚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这个如果我们搜寻这些 这个Metalchondria 这个这些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都在非常知名的学术刊物上面 都是世界一级的刊物上面所刊登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 那事实上亲戚他在我们人体里面 他不只是扮演着这个 这个还原自由基的角色而已 我们这个立腺体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活动 都是要靠亲戚 亲离子氢来去辅助的 才能够ADP 这个没有电的电池才能够充电 不然为什么 我们一起亲戚脑婆就亮起来 那个不是变魔术 那个是真正存在的事情 所以这个亲 他在我们身体 每一个每一个 尤其是制造ATP的时候 他是一个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那不然怎么可能我们的脑婆一测 就好起来心情就变好 愁眉苦脸的就变成笑咪咪 这个不是在变魔术 不是在演戏 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 像这个Journal Physiology 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刊物 像这个 Nature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这个脑细胞 这个脑为什么在乱放电 因为它里面累积了很多这个自由基 它这个我们吸了清以后 它这个自由基就被中和掉了 就被还原掉了 就好像你到了一个房间 大家都在抽烟 你觉得闷死了 赶快退出来 赶快把窗门打开 抽风机一抽 虽然有人抽烟 倒还好 空气没那么难闻了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这样 自立神经 这个脑波过高的呢 我们可以让它变正常 过低的会升高 好 这个是非双向调节 清气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这个物质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前面讲 氢氧基 氢氧基 氢氧自由基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来看氢原子 氢原子 它有一个子子 一个电子 所以氢 它这个原子基本上不容易在自然界存在 它一定是分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原子 这个轨道上面 就一定要有两个电子才能够平衡 所以氢 他很不怕 他很怕孤独 他一定要找一个朋友 两个人共用 共用一个电子 所以我们讲H都是H2 两个氢原子 合起来变成氢分子 这个氧原子也是一样 氧原子 它是有八个子子 八个中子 八个电子 这个电子呢 这个原子核 的周围 第一层是有两个电子 它外面的分 分布到 分配到 一二三四五六个电子 所以它外层要八个才能够平衡 才能够稳定 所以它是 它是 负二价 所以氧也要找一个朋友 两个原子 凑在一起 他们共用两个电子 所以这边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电子 这边也八个 这也八个 叫共用 所以氧都是O2 O2这个分子 那水的星辰是怎么样呢 水的星辰 是 这个是氧 氧它有 一二三四五六 它六个电子 六个电子 它就跟这个 枣 它就抓了这个氢 把氢抓过来 就变成这个水 H2嘛 两个氢 O H2O H2O就是水 水很稳定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边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刚好有八个电子 所以水是一种 很稳定的化合物 它非常非常的紧密 不管你去烤它 烧它 它变成水蒸气 变成银 变成雾 它永远都不会分开 变成冰块也是一样 所以 氢跟氧结合 会形成H2O 形成水 水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氢很重要 氧也很重要 我们上火星 碳火星 上月球 重要任务之一 不都是找水吗 看有没有水 有水就会有生命 这个自由基 自由基 它划起图来 就是这个 这个是氧原子 这个是氢原子 它们还插一个氢原子 就要变成水 就要变成水 所以 这个OH 自由基 跟水的差别 就是说 一个东西 还没有变成水 还来不及变成水 的时候是自由基 它要多加一个氢 那所以说 OH 这个自由基 怎么要让它不危害呢 因为它这边切一个氢 切一个氢 它要抢氢 所以它是一个自由基 它要抢氢 它会 它会这个 切少一个自由基 切少一个氢 所以它要抢我们细胞膜上面的氢 它要抢 这个切少一个氢 切少一个氢 所以 就好像 一个人 他没钱 一个强盗 他没钱 他要抢你的钱 就让你受伤了 就抢这个细胞身上的氢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大大方方的 给它供应氢 不就好了吗 给它氢 给它氢 它就不要抢我们的细胞的 这个细胞膜上面的氢 所以说 这个氢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抗自由基物质 它是也很好的抗氧化物 它会把这个自由基综合 还原 那如果是一般的 所谓抗氧化抗氧化的东西 它很可能 没有高度选择性的 它把我们这个好的活性氧 也综合掉了 就是把好人也干掉了 那我们这些坏的 尤其是这个OH自由基 它氢只有针对它 不会针对这个 所以氢是一个叫做 高度选择性的抗自由基物质 这个在氢分子生物学 大家可以搜寻这本书 这本书 我们有这个中文版放在网络上 给大家去这个 阅读下载 所以它是这个高度选择性的 所以我们任何东西 能够提供 任何物质 能够提供这个自由基电子的 就叫做抗氧化物 那氢气是最好的抗氧化物 好 氢气分子 当我们人体呢 不要 没有办法制造氢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 大肠功能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吸这个氢气 把这个氢气吸进来呢 因为空气中几乎没有氢嘛 可以复列啊 一百 十亿分之五百 那么我们吸金的氢是有73%的这个 这个氢气呢 这个氢气的非常高 所以说我们这个自由基 它不是一个好东西 它被产生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马上被中和掉 不然它会危害啊 就好像我们给它轻 就好像说有一个小偷 他要抢 有一个强盗 要抢你的钱 你就赶快把钱掏出来给他 你不要抢我 不要抢我 何为贵嘛 或者是像我常形容说 好像一只老虎 他想要吃你 你就把这个肉丢给他吃 吃到饱饱的 他肚子吃撑了 他看到你连追的懒在追你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氢气 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这个物质 那不过我们这边要强调的 就是说氢气 它不是万能的 它只是我们的这个自然疗法 处方之一 它不是唯一 请大家不要误会 以为我们可以去大吃大喝 吃很多反式脂肪 吃奶茶 吃五一泡食品 吃煎炸的 去抽烟 干什么 再回来吸清 这样是没有办法的 吃东西还是要很注意 我们有我们的理论 我们的理论就是 我们的理论就是讲 人会生病 就是要藏肉肺肉脑肉 要抽血找出来 看你到底是什么不能吃 不要每天对黄豆过敏 每天喝豆浆 小麦过敏 每次每天喝吃面包 那还得了 那这样病 吸清可能也不见得会有效 希望大家要了解这一点 那如果各位想了解更多 这个有关这个自然医学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上这个王清光自然诊所 或者 ck1.com.tw的网站 你可以点进去 点进去 这些我们大概有三十几个小时的 这个有关大部分疾病的 怎么治疗 我们都有这个很详细的这个说明 尤其是这个青分子生物学 高压氧跟青的文献很多很多 我们都有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说明 好 在这里 就是讲到